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在我们南部地区呢 在今天上半天的降雨量跟值 还是非常的多也非常的猛烈 就以高雄的期间来说呢 在今天早上7点到8点 这一小时之间之内呢 降雨量就高达了接近60毫米 而至于这个详细的雨量累积 我们就先从第一张的图卡 来带我们观众朋友来看看 今天降雨的分布状况 从这张图呢可以清楚地看到 浅色区块的这个雨区呢 就是降雨量比较少的地方 但是随着我们往南州来看 也是越是鲜艳的地方呢 就是降雨量比较多的地区 而红色跟紫色的侧块呢 今天就是降雨量比较多的地方 今天就包括了像是有高雄 屏东以及台东地区 而到今天下午4点之前 降雨量最多的地方呢 是落在了我们的高雄前镇区带 这个降雨量呢 在下午4点之前呢 有接近到了200毫米 虽然现在雨还持续在下 但是呢已经有趋缓的这个形态出来了 所以呢也提醒大家 未来呢这个降雨量会逐渐的变小 但是呢外出活动还是要多加注意 那这个雨呢会下到什么时候 我们再重新来讲的卫星云图 带我们的观众朋友一起来看看 未来的天气变化 从卫星图上呢可以清楚地看到呢 我们还是受到这一大片低压云气笼罩的影响 天气呢还是显得很不稳定 但是未来几天天气会有一些变化了 主要呢就是这个太平洋高压呢 向西伸展的关系 这一波低压云气呢就会慢慢地远离我们 但是呢要提醒大家 降雨的形态会改变 主要呢就是会变成这种午后雷雨的形态 而遇到这种瞬间性的强降雨的话 我们部落族人呢就要多加注意 只要主要就是前几天的这个土石 含水量是比较高的 遇到这种瞬间性的强降雨 就很容易会有落石或是探方的发生 所以呢不管是在平地地区 或者是在山区活动的主人 都要多加注意 而明天各地的温度呢 跟今天相比变化是不会太大的 下雨的时候感觉上会是比较凉爽的 但是不下雨的时候呢 却会是比较闷热 所以呢提醒大家也要多加注意 而关心完了天气上的变化 昨天呢我们也跟大家预告 有一个新的台风形成了 至于它现在的位置呢 我们再从下一张的台风路径图 一起来看看 昨天呢我们有提到 因为呢这个台风呢 实在离我们太远了 所以呢在卫星渔途上 我们没有办法呈现出来 但今天我们用这张图卡 来跟大家解释 这个新形成的台风呢 名字叫做燕子 而目前呢是一个中度台风的姿态 位置呢是在我们台北的 东南东方的海面上 目前呢是持续朝着西北溪的方向来 而就目前的资料来显示呢 预估它会朝着 日本南方的海面来接近 我们也不排除 在它移动的过程里呢 强度还会持续的增强 虽然呢就目前来看呢 对我们不会有直接的影响 不过呢因为它距离实在 太远了变数也很大 原式的气象团队呢 会持续的来为大家掌握 至于更详细的天气预测 一起来看为您整理的山海气象 首先来到亚美达欧族人的兰宇 温度是落在23到29度之间 注意午后雷震雨的状况 台东的南回地区最高温 是来到了29度 降雨机会最高有7成 台东市区以及延平地区 最高温是29度 同样注意午后雷震雨 台东的重谷地区 最高温是有28度 降雨机会最高有9成 台东的海岸线 最高温是来到30度 注意午后雷震雨 花莲的南区高海拔的 昨夕露月之后 已经是偏冷的 最低温会降到11度 同样注意午后雷震雨 花莲中去一带 最高温是来到32度 注意午后雷震雨的状况 花莲市去一带 温度是落在22到31度之间 花莲的秀林跟星辰 温度是落在20到30度 来到宜兰的大同跟南澳 温度最高温是来到31度 注意午后雷震雨 接着来到鲁盖 台湾竹人居住的屏东 狮子牡丹跟满洲最高温是28度 泰武来意还有春日 温度是落在19到28度之间 舞台三地门跟马甲最高温是28度 注意午后雷震雨的情形 高雄的三个原乡地区 最高温是来到27度 这样有机会最高有8成 价值的阿里山温度是落在12到26度之间 这样有机会也非常的高 南澳的人爱雨池水里还有信义最高温是来到28度 这样的机会最高有百分之百 而在台中的和平地区 温度是落在17到28度之间 苗栗的南庄跟诗坦还有泰安 温度是落在19到28度之间 新竹的关西间时还有午风最高温是来到29度 回到北部地区 屋来跟复兴最高温是有30度 注意午后雷震雨的情形 未来降雨会慢慢地缓和下来 对我们中南部地区的民众来说 是期待已久的事 但也要提醒大家 未来午后下起瞬间性雷雨的 这种强降雨的机会 也会跟着增加 不管是在我们平地地区 或者是山区活动的民众 都要多加注意 特别是自己的安全 这就是今天晚上到明天的七下预报 祝你一切顺心平安